第221章 种黄金木 半个小时后 恢复了精神力的唐三重新睁开双眼 唐三站起身 来到红明少女们面前 向红明少女们问道 你们学过冥想吗 红毅显然是18名少女中的大姐 她微微点头 道 学过的 以前祖礼教过 因为我们都觉醒了血脉 说是 如果冥想能够提升血脉境界 我们就有成为附庸的可能 可是后来我们血脉浓度太淡 就 说到这里 她不禁红了眼睛 唐三点点头 道 学过就好 从今天开始 你们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之外 尽量都围绕在我画的这个圈外围三米内进行冥想 这是我不止给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但你们要记住 不能进入这个圈内部 更不能破坏里面的任何东西 能明白吗 红明少女们纷纷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张浩轩扭头看向唐三 眉头微感 道 你这个法阵设置在这里 要是有妖兽 倒来怎么办 他们可是挡不住妖兽的 唐三微微一笑 道 妖兽是不会来的 我这个法阵本就有驱除妖兽的作用 黄金木乃是黄金树的分支 拥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对任何野兽都有排斥作用 而唐三通过法阵 还放大了这方面的作用 所以 它根本就不会引野兽的到来 你科这个法阵的目的是什么 张浩轩道 唐三道 种树 我觉得最多一个月 它就可以生根发芽了 张浩轩愣了 问道 你要把这黄金木种出来 唐三点了点头 张浩轩道 这东西不是没什么作用吗 唐三微笑道 那是妖怪族不懂它的妙用 我相信在精怪族那边 应该有精怪明白一些 但也只是流于表面 这黄金木本身最强大的地方在于来自生命力 伴随着它的成长 它会吸收大量的天地灵气 然后转化为生命力 这些姑娘围着它修炼 就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生命力 对它们激发血脉有好处 张浩轩眼睛一亮 道 那我们呢 也可以吗 唐三点点头 道 现在还不行 因为它还没有成长 但如果它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话 它所蕴含的生命力就能滋养更强大的生命体 对我们也会有好处 张浩轩深吸一口气 道 你这个法阵的作用就是加快它的成长 对 聚灵阵有凝聚天地灵气的作用 如果将这些黄金木插在地面 它也会成长 但或许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才能缓慢成长起来 而聚灵阵的作用就是以它们为核心 加速吸收天地灵气 大大地促进它的生长 让它尽快生根发芽 吸收更多的天地灵气 它的成长速度会不断加快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张浩轩问道 那你这种法阵理论上 是不是对所有的天才地宝都有效果 唐三道 是的 只不过大多数天才地宝在成长过程中 会外露得很明显 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除非有非常强大的存在守护 张浩轩点点头 道 我明白了 这个法阵能不能卖给组织 卖 唐三愣了一下 张浩轩道 总不能白要你的 你可以提出要求 而且 你越有价值 我越能更好地为你打掩护 组织那边才会相信我说的话 他一直都没有将唐三真正的情况上报 就是为了让唐三能够更好地成长 而他这个弟子的成长速度 直都超出他的意料 唐三点了点头 道 行 我调整一下 回头画给您 然后教您一下如何刻画这个法阵 见他答应得十分痛快 张浩轩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我似乎越来越能看到未来了 一定会有未来的 唐三回以微笑 红明少女们很听话 按照唐三所说 围绕在巨灵阵外围修炼 现在的黄金木刚刚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还没有什么生命力 但像巨灵阵会聚来的天地灵气也要经过它们 这些天地灵气会随着黄金木的成长而增多 刚开始的时候增长速度是最慢的 却也最适合这些只有一阶到二阶血脉境界的红明少女们吸收 稳固她们的血脉之力 唐三观察了一会儿 她们冥想 这些少女心思单纯 进入冥想状态并不难 张浩轩还是决定留下来 在这里看守一段时间 她也想尽距离地多观察观察这个巨灵阵 她让唐三先行回去 回去把阵图画出来 告别了张浩轩 唐三自行回返旧熟学院 画阵图很简单 傍晚时分 她就已经完成了阵图 不过 今天她就不过去了 张浩轩让她三天内过去 她准备晚上返回家里学院那边修炼 她的精神力渐渐朝着神级以下圆满的方向在发展 因为还要等待伙伴们 血脉之力时半会儿无法提升 她打算继续打磨自己的精神力 温养神时 出门 唐三正准备离开救赎学院 迎面却碰上了武兵记 看到唐三 武兵记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就挡住了她的去路 大师兄 唐三笑着向她问好 想见你一面真是困难啊 老师们都快忘了还有你这个学生了 你现在连课都不上 武兵记美好气地问道 唐三挠头 道 镇长老师最近一直在单独教导我 白天我又要去家里学院那边工作 所以在咱们学院的时间就少了 武兵记道 谢谢你的紫阳果 镇长都跟我们说了 紫阳果的效果极好 我的精神力明显有了提升 已经开始液化了 唐三笑道 那本来就是大家的收获 不是我一个人的 大师兄最近修炼的怎么样 听他提起修炼 武兵记顿时眼睛一亮 道 很不错 精神力提升了 我驾驭兵元素就轻松了许多 现在基本可以瞬间凝聚兵针了 二次加速也差不多了 你还有没有什么新的手段教我 唐三心中暗笑 他知道 这才是武兵记拦住他的真正目的 毕竟不来上课这方面 张浩轩早就替他打过招呼了 唐三道 冰针和二次加速炼成了 那你就可以练习一些复杂的手法了 还有更复杂的 武兵记来兴趣了 自从跟唐三学习了操控兵元素的方式之后 武兵记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实力一日千里 不只是表面修炼层次上的 更是对兵元素的体悟以及运用方面 现在武兵记和自己的关老师对战 运用二次加速的话都能不落下风 唐三点头 道 我教你一个最复杂的手法 这其中的基础是冰针 第二基础是二次加速 还要融合冰爆数 如果你把这个练好了 那基本上就是同阶中无敌了 快教我 武兵记几乎脱口而出 但说出这句话之后 又不好意思起来 玩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 请不吝点赞和分享